我们今天的位置是在大唐西市旁边的老鸡场 一整条街十几家连着开了十几年的老店子 大家好 我是你小薇萨的 有三客车人 今天带大家去打卡上过人生一串的 杨洁烤肉 他们家糖醋烤肉贼有名 我们一起看看吧 GoGoGo 你看人家杨洁烤肉 把人生一串 把那四个字搞成自己的招牌了 来这吃饭这样不要开车 没有车位 就把人生一串放在这上面了 煞灰放这小薇饿了 有没有糖醋肉 肉 那要一把糖醋底 要一把麻辣底 腿煎肉还是鸡 鸡 那就来鸡 要个靠油饼 要个靠酸溶点 好 鱼泡要不要吗 鱼泡要鱼泡 那该吃鱼泡 靠鱼泡 要要要要 要要要 什么要吧 来三个吧 一人一哥 要要要 要子 多来多来 少来点 我只要吃肉来点 鸡翅 好 鸡翅来 来上两根吧 来来来来 心心念念的糖醋烤肉 他们家正常口味都是有的 不过糖醋烤肉他们家可色 尝一尝吧 你们喜欢吃肉还是吃肉鸡呢 那糖醋 糖醋是杀酱的 好像上面有酱汁 很神奇 酱很浓 糖醋味特别特别壮 这我好像吃松鼠鲑鱼的味道 要是喜欢吃糖醋才是好吃的 要是喜欢吃凉味的烤肉 它就还行 你们尝尝这个糖醋 你不好奇吗 我才吃的凉味的 我还是觉得麻辣好吃 糖醋味诡异 它糖醋之外 还有里面 有这个自然跟麻辣的味道 是不是 嗯 我觉得有点偏甜 嗯 糖醋味太重 但真的是特色 吃这样的烤肉 大家看到吧 你不用点 它过来就绕着圈 问你要不要 你想要你就 你就把它留下 你不想要就让它走 我再吃一口 说不定第一口不适应的 还有个糖醋的烤肉 肉质会更细嫩一些 糖醋烤肉你们那有吗 有时候你想不到这些搭配 配到一块真的挺新鲜的 好不好吃 我觉得极刺 重点是什么样的口味 你可以去试试 是不是 什么样的搭配都会造一造 你们吃烤鱼饭吗 鱼饭吃啥 鱼饭是鱼瓢 就是鱼浮起来的那个东西 你这种表情 你要多尝试啊小白 你不尝试 你怎么知道猪蹄煮火锅那么好吃 鸡爪煮火锅那么好吃 真的 这很好吃 这个跟猪蹄跟鸡爪的口感 几乎一门一样 绝绝子 鱼泡最怕的人家有啥 或者有异味不新� 它这个就很好 新智 还有胶对不对 粘牙吧 好吃吧 好吃 然后又放下了 边边烤的焦焦的 鱼泡的出销烤屁点 啥 啥我不要 嗯 麻烦 刚刚我的小粉丝 投喂的生蒜 还放了 过火了 还可爱吧 真两口口的大蒜 吃个腰子 烤腰子 腰子不错 鲜鲜嫩嫩嫩的 没有三星期 没有扫期 腰子呢你吃吗 你们这些孩子 你们吃好吃吃啥 吃三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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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签是三块五 这个是小签 一个签是一块五 不一样的哦 吃了生蚝 吃三点吃 吃三点吃 鲜鱼的东西就是烤肉烤鸡烤腰烤腰烤腰的这些 贵的东西来了 生蚝扇贝通通通十五十二一个 蒜蓉的 这么大生蚝 看到了吗 这玩意料一个口一个 你同时吃到了蒜蓉 调料 剁椒 葱花 以及生蚝 你看 夜市必备 麻将上牛堵 这个必吃哦 这个你去哪一家 只要夜市哦 他家人多 你就点一份 绝对好吃 我推荐这些吃的 如果你喜欢 你想吃 非令非令 就来我吃这家去吃 你就找你家附近 饭店只要人多的店去吃 都不会有大股份的哦 不要一窝疯的 都到小贝尔来的这个店去吃 体验不会好的 人就多嘛 对吧 这个一看就加了很多蒜蓉进去 好香啊 肉贼诱人 吃过麻将山的牛肚 这个我之前吃的 一口都稍微香 他家这个麻将味很出头 蒜味很出头 辣子是发辣点点胶 我很多外地来的朋友 吃过麻将山牛肚一口 念念不忘 这样子来先一定会再吃 这个蒜蓉烤油饼 切成手 风气阴阳的形状 吃自己好入味 先烧烤 逼连 我看蒜蓉烤 脆果要不要味着 脆果来点 来来来来 酸醋还是原味 散个糖醋散个原味 你说了算 脆果 脆果好吃 这个糖醋 这个味道一定要慢慢细皮 有点诡异 好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在这里 喜欢小薇 来 给小薇点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蒜蓉烤油饼拉 这个这么咸 我这么口重的人觉得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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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